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入魔,这众神又奈我何 就在刚刚,波寻在世家体内种下的恶魔种彻底的爆发 而在这千军一发之际,世家竟选择自我入魔 而他堕入的正是六道轮回中的修罗道 说起来,这修罗道非人,非鬼,非神 他介于善恶之间,此刻竟与世家的心境如此的契合 只在瞬间,他的力量竟暴涨了数倍 而那庞大的佛力,如同实体一般将它包裹在内 此时,宙斯等众神的表情无比的凝重 这场上的情况,似乎已经有了失控的迹象 面对这个已然入魔的世家,他们惊讶的发现 自己根本就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场上的世家红着双眼 如同炮弹一般,直接射向第六天魔王,波寻 而这波寻,似乎早有预料,直接硬刚了上去 这两人圈圈倒肉,每一击都震耳欲聋 整个竞技场都在颤抖 一旁的魔兽敌风与地藏菩萨怒目相视 坐下的地厅也在不断的嘶吼 这万魔之足敌风可是无比邪恶的泰坦 它掌握着世间所有风的元素 抬手间,这竞技场上竟风声大作 一股飓风席卷开来 可遗憾的是,这地藏菩萨注定就是它的克星 据地藏《十轮经》记载 这地藏菩萨安忍不动,如大地 净律深密,如密藏 他手持莲花,一道佛环四散开来 只在瞬间,这场上的飓风骤然停止 同一时间,与波寻贴身肉搏的石家 竟原地消失,突然出现在敌风的身后 仅仅只是一击,便将他打探在地 这千年来的六道之力,你承受得了吗? 一旁的地藏菩萨也顺势洒下一缕佛光 这地狱不空,世不成佛 今天就送你回那地狱深渊 这波寻沿见场上失去一大助力 他恼羞成怒,竟然直接开启了地狱节节 此招一出,众神大惊失色 场上的观众,如被笼罩在内 绝对无一生还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制剂,竟有奇迹发生 只见竞技场边突然竖起四面城墙 将这城墙抵挡在竞技场内 众人定睛一看,倒吸一口凉气 这竟然是华夏的千年古迹长城 而站在城墙上的正是史皇帝嬴政 不错,在这最后一刻他救了所有的人 众人这才想起坊间传闻 史皇帝未求长生,背叛人类 这传闻简直可笑至极 他驻长城,护我族民不受外族侵扰 即使身死也化作龙魂 镇守华夏几千年来繁荣长盛 此等危机,贯彻天地 众人一时间羞愧不已 但此刻这城墙上的史皇帝却没投进所 只因为此刻的世家已彻底的魔化 如不再加以控制 这后果根本就让人无法想象 果不其然,这世家突然入定 大日如来昼,顿时响起 见此一幕,这波群只能仓促迎击 这京师的佛魔大战 也终于到了最后的一刻